再来看呢也跟交通有关 为了赶上黄色小鸭的展骑 基隆港东岸连外道路呢 原定21号小鸭开幕当天通车 不过呢公路总局今天宣布呢 会提前到19号星期四的中午12点 全线通车 而除了交通以外 黄色小鸭呢星期六就要登场 今天呢就有幸运额看到呢 这个高18公尺的卡哇伊小鸭测试充气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原创者霍夫曼不同意 黄色小鸭是坐上这个360度的转盘 所以到基隆可是看不到 会旋转的疗愈系小鸭 再过五天呢 基隆黄色小鸭就要正式登场了 不过今天他先充饱器在陆地上 抢线曝光 看大家见见面 是很新快啊 我们先从那个头头 怎么有一个黄色的头再来 我们以为我们做梦 然后走走走在这里 就看到呢 他那黄黄的大大的说给人家精神很好 很开心啊 第一次看到这么近距离看到 然后 这种机会应该不多吧我想 在测试过程中 大朋友小朋友全都被黄色小鸭的魅力给吸引 抢线看看陆地版的小鸭 而曝光的还不止这个 从鸭屁屁走进去 小鸭的结构看得一清二楚 有四台充气机全天后运作充气 还特别加强小鸭的车缝线 就怕桃园小鸭事件再次上演 眼看黄色小鸭已经做好准备 快要在基隆港口跟大家见面 却传出黄色小鸭的原作者霍夫曼 不满基隆小鸭会旋转 只好临时喊咖 我们也极力的跟霍夫曼先生来沟通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 原创者的意见 我们先回复我们简单的快乐 简单的幸福 至于未来我们福同还是会继续存在 虽然双方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 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不过光是在陆地上亮相 就已经吸引大批民众来拍照 相信基隆黄色小鸭的魅力 依旧会造成轰动